年轻漂亮的凯拉得了一种奇怪的疾病 她的皮肤开始老化 甘粒和瓦解 当她发现她可以用别人的皮肤 来代替自己的皮肤时 她必须做出选择 看着自己的躯体枯萎死亡 还是屈服于诱惑 不管代价如何 就是要换皮 故事开始是一天清晨 凯拉醒来发现 自己不仅失忆了 还看到自己的手开始脱皮 这让凯拉感到十分的不解和惊讶 此时住在隔壁的马士 突然来到凯拉家拜访 凯拉不记得这个马莎是谁 但还是热情的招待了她 马莎对凯拉也十分的亲近 很快两人开始喝红酒 开始热火朝天的聊天 碰杯的时候 凯拉不小心把马莎的玻璃杯给撞碎了 扑碎了散落在地上的碎片 把马莎的脚给划伤了 割下马莎的一块脚皮 马莎走后 凯拉鬼使神差的 把那块脚皮放在了自己脱皮的左小指手指上 突然奇迹发生了 瞬间皮和自己的身体融在了一起 小手指的皮肤也好了很多 然后凯拉在备忘录的小指条上 发现自己预约过一个皮肤治疗 局势凯拉去了医院找到了专家 专家告诉她 这种情况很少见 想要治疗 必须要知道症状的原因 专家取下了凯拉一块去掉的皮 进行了化学试验 但是在等试验结果的时候 凯拉的症状越来越严重 她向医生提出了想持皮手术 但是医生建议她不能贸然行事 于是凯拉看着自己皮肤错落很着急 突然她想着既然马莎的皮可以治疗自己 那是不是也可以找一些尸体的皮 于是凯拉就想和死人换皮 但是令人失望的是 可能因为尸体的皮没有生命力 一点用处也没有 凯拉于是开始打活人的主意 这一次女主康复了 但是好景不长 没有多久 女主的皮肤又开始不断脱落 看着自己的身体枯为死亡 没有办法去诱惑 就只好继续杀人换皮 从此凯拉过上了 永无止尽杀人换皮的生活 再一次凯拉杀人换皮时 凯拉发现马莎在偷偷跟着自己 但是后来凯拉好像知道了原因 凯拉发现马莎一直喜欢自己 很快他们就在一起了 他们后来杀了好几个人 凯拉有些害怕了 她再次找到专家 但是专家让她再等等 凯拉觉得专家好像有什么事情瞒着她 于是凯拉偷走了自己的病例 原来凯拉已经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 因为参加了专家的试验 所以返老还童 但是没多久 实验就有了副作用 凯拉不仅失忆 皮肤还开始不断脱落 凯拉难以接受事实 但是好在马莎对凯拉不离不弃 马莎陪着凯拉一起去看儿村 凯拉烧了自己生活的房子 想要重新开始生活 但是无奈 凯拉的脱皮越来越严重 马莎说回到专家那里 或许还有希望 但是凯拉觉得马莎的思想很奇怪 等凯拉发现时 凯拉已经被马莎迷晕了 原来马莎也是试验医员 她表面上陪着凯拉 实际上在监视凯拉 回到研究所 专家对凯拉进行了残忍的实验 大把皮从凯拉脸上撕下 马莎看着心疼凯拉 在这些时间的相处中 马莎好像真的喜欢上了凯拉 但专家告诉马莎 凯拉只是实验小白鼠 想要延缓人类的衰老 就必须有所牺牲 而且凯拉身上 背负了好多人的性命 要是被人发现了 他们就功亏一篑了 马莎想要救凯拉 但为了救凯拉 马莎只能强行 最后凯拉把专家杀了 凯拉已经对杀人换皮成瘾了 马莎不想凯拉再伤害其他人 深思熟虑之后 马莎用枪结束了凯拉的生命 皮箱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 但是不能把自己的美好 建立在别人的性命之上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们的收看 喜欢的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哦 欢迎大家多多转发关注 未经许会